大家好 我是红鹤 新商业大智慧 我们教材当中已经正式讲了第37节了 那么36节讲的是什么 讲的是一对一的群体交叉 如何能够更好的比消费者还知道消费者 然后为了更好来补充的 我们提前补充了营述 是吧 营述当中的第22节 教材当中135 就是营的真相 人购买背后的真相有8个 然后实战案例 还有的话 就是如何能够运用自己的语言 成为自己的财富风水 结合这两个就能直到我们上一节36节 讲的一对一的如何沟通 如何成交的问题 今天我们又讲什么 叫群体调查 为了更好的 对群体调查有一个吸收 我们又加强了一个解 叫做什么 叫做族群 族群理论 然后连移理论和G12主持人化列变 族群是什么 但我们了解了族群 好了 带着这个学习的成果 我们来正式来看我们的教材 第37节 教材当中的第41页 群体调查是一种技巧 它相对于一对一 那么一是让顾客能够真实的反映自己的想法和要求 第二个是让顾客帮助我们来确定 这也是一种极致的手段 我们如何能够确定产品的宣传方向 宣传口径 让顾客感觉得到我们的产品效果超乎于寻常 第三个是详细的了解消费者的普通需求 深入的挖掘需求 致用相应的策略满足患者的需要 你比如说我们在做调查研究当中的话 有很多很多玩具公司 化妆品公司 服装公司都很常见 我们也看过一个电视 叫做我的前半生 子军就是专业的调查公司 他是怎么做的 他是有底层的调查员 然后底层调查员是什么 想想那个电视 叫我的前半生 调查员通过群体的需求和反应 来测试判断出市场的需求 有看过这个电视的吗 没有看过这个电视看一下 那么我们以一个案例 我们曾经在2015年 接到一个面膜的案例 上海一家公司的 那么大家都知道 如果我们单纯的用 传统的目标人员来定 肯定是个女性 然后的话什么样的功能 然后包装定位等等 但是我们通过调查公司 找了一家很知名的调查公司 然后在做调查公司的过程当中 一个调查员忽然发现 一个同心链患者 同心链患者反映什么 说现在这个市场 市面上能够化妆品面膜 档次太低 没有个性 缺少文化 缺少层次 其实大家应该客观来看待 很多同心链这些人 他都是有很多受到高等教育的 层次非常强的 他们很有艺术细胞的 那么在做面膜调查的过程当中 就有这样的一个兽 就是那个兽 不是那个兽 大家都知道 就接受那个兽 说现在的面膜 层次太低 没有文化 品味太低 我们调查员的话 马上就把信息反馈出来了 就这一句话 就这一个信息 我们整个工作组 通宵达旦 研究了一周 最后决定了 我们要做一款同性类的面膜 叫做 叫做某个品牌的 这样的一面膜 那么的话 我们发现了市场上当中 还没有一款来打彩虹 彩虹 就是彩虹旗 大家知道 因为苹果 他以前也是由彩虹这个人群 来引爆的 就同性链 同性链引爆的 所以说彩虹文化 我们发现彩虹文化 是引领世界时尚 引领世界流行文化的一个主趋势 所以说我们翻阅了 很多很多国际上 彩虹文化的一些成功的案例 最后把这款面膜定位于 主打于同性链人群 我们马上找到北京和上海的 几个同性链组织的领导 说服他们 并且让他们深度来体验 成为我们的体验官 成为我们的体验官之后 我们马上把这件事情传播出去 让他们成为我们的什么呢 一个合伙人 所以在短短的三个月不到 这个产品 由什么 由无到有到成功 成为社群当中 同性链主打 这个族群当中的一个成功的品牌 在上海的话 我们找到了这些组织群体 选了一些产品体验官 产品测试 相当满意 然后我们进行品牌策略 渠道推广 然后周期性传播 明确了族群 在没有任何广告投入的情况下 我们的面膜就大卖 因为族群特别集中 只需要公关到位就可以了 你看 这个群体调查 重不重要 重要 你看 用了一个案例 我还是推荐大家 看看 我的前半生 子居 那个阶段 那个调查公司 他说的是很形象的 这个编剧的话 也是有很多很多生活体验的 确实是那样的 就是一句话 就可能改变一个产品 一家策划公司 对于产品的这样的一个命运 那这里面有一个案例 我们再延伸出来 青岛某一个海鲜餐饮公司 它是什么 是更深一步了 用什么 用群体的调查 变成什么呢 变成族群的赠仇 这两件事 群体的调查 有人说群体调查 确定了族群就完事了 但是他什么 他运用群体调查的过程当中 来征召一些体验官 然后裂变了他自己的 什么餐饮事业 青岛某地有一个海鲜外卖 叫大仙哥小仙妹 大家都知道 做海鲜外卖 很难 竞争很难 你比如说北京 有叫叫之鸭子 也很难 其实叫之鸭子 这个成功的案例 也是运用于市场的调查 然后招体验官 进行众筹的过程当中 招了12个大仙哥 12个小仙妹 12个小仙妹 都是比如说大学生一个 宝妈一个 职员一个 老阿姨一个 反正就不管怎么样 就12个标准的人群 12个 然后起一个匿名 让他们成为什么 这个体验官 从原料的采购 然后制作 然后一直到前台后台 全部全程 由这12个体验官来传达出来 这是我们相当于 用了什么社群化 自媒体 网红这种形式 把这个什么 把这个 这个大仙哥 小仙妹的这个产品 外卖 展进出来 同时又建 要什么 要每个大仙哥 就12个小帅哥 12个小女孩 对吧 建一个群 要什么 小仙妹 就是爱情小仙子 然后是真心真意 反正什么 和华仙子 反正很多 把他们照片 全部放到什么 公告板上 全都放到实体店上 每一周 都会有一个人 来什么呢 来做什么 做监督 做体验官 就是我们店面 出现什么样的问题 他就可以监督 我认为这个过程当中 会在什么 会在未来以后的案例 会越来越多 今天我只是给大家提一提 因为很多东西 不方便来给大家更多 更系统来解析 只是给大家提起 他运用了什么 运用了先导到目标人群 OK 他都有特定性的 然后调查之后 再把他们发展成什么体验官 然后起个名叫大仙哥 小仙佑 你想想吧 12个男孩漂亮的 12个女孩帅气的 然后去采购海鲜的时候 那都是好车 然后帅男 靓女 你这是一个新闻效应 然后洗海鲜 做海鲜送的过程当中 其实北京的叫子鸭子 也是这样的 为什么小男孩开着宝车 去给这帮女孩订餐的时候 送鸭子 也是 这就是什么 这就是我们用了一个群体调查 加体验 加群体社交化 加品牌 加事件如何在一起的 这样一个事情 你看 通过一个群体的调查 就能够延伸出来 族群营销的很多手段 对于这样的一些案例 对于这样的一些事件 我会在日后 更加给大家做分享 今天只是给大家做一个总结 让大家认识一下 了解一下 群体调查 不仅仅说 我了解了一个群体 确定了族群 这有三个任务 第一个任务 要确定族群 了解族群的需求 第二任务是什么 是把调研的这些群体变成你的体验官 第三个是什么 把这些体验官和群体的场景 社交化展示出来 让它成为你的传播工具 甚至成为你的战略合伙人 这个很清晰 群体调查当中的话 还有一个叫做什么 叫做网络调查 网络调查是什么意思 打个比方 某个公司 它全国有很多代理商 很多很多的省代 那么它通过自己的一个小程序 然后设定了自己的调查文件 匿名式的投票 这也是一个群体调查 现在有很多群也是用这个吧 包括今日头条也用这个 叫做群体调查 它的调查案例是测试我们的满意度 然后同时找到它的需求点 一个调查的小的测试报告 以前是用什么 用那个纸 然后在大街上 现在什么用这个连接 实在在变 我们的调查手段也在变 案例一 比如说某健康公司 对于所属的代理商分支企业 进行不记名的调查 返回公司的服务满意度 它的调查方案 只是需要一个小程序 或者需要一个网页 然后结果发现了 某个市场的服务极其恶劣 幸好及时发现 没有形成恶劣的事件和售后事件 所以总部及时的来调整 在这个过程当中 很多很多互联网公司 都是长久的 及时的用这种互联网的调查方式 对自己公司的产品服务 员工管理 进行多方面的民意调查 点对点的调查和族群调查 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通过网络调查 我们还可以了解到消费者 对于我们产品的一些认识 一些建议 一些反馈 同时通过给一些小赠品 建立起更深的关系 通过调查达成销售 通过调查还能够带动招商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群体调研的三个核心 第一个核心 调查的本质了解 第二核心是能够引起群体当中的注意 成为体验官 成为我们的代理商 第三个什么 形成一个世界 把这个场景展示出去 无论哪种调查方式 我们最终的目的 就是为了满足消费者的需求 了解市场 通过消费者的独特需求 找到我们产品的对应点 从而得到有效的交流和沟通 最终达到成交和销售的过程 为了更好来补充 当我们了解了顾客的这些需求之后 如何更好的来销售 你就必须得把教材翻到第135页 或者说第7章 就是说你了解调查之后 你要成交他 第7章当中的话 是不是很有执行的细节和方案呢 所以每天大家看看这教材 我相信你只要不用多 你只要坚持 看完我满教材当中100 其实你就基本上能够掌握 2019年你创业的方向 你都不用什么太多的苦恼了 有人说这个教材还需要补充什么 不需要了 真不需要了 你这18个章 14个章节当中的话 我估计都是你需要的 你也不需要再买什么样的书了 就一步到位了 这个多了我也不说了 反正了解的话 就是个缘分 以书会有 以教材会有 喜欢的红客就点个赞 然后有钱有经济实力的 就可以购买个教材 我建议大家购买 购买教材只是一个开始 是成为好友朋友的一个开始 对吧 就相当于打赏了吧 然后红客讲的好的话 你不打赏点个赞 有钱的打个赏也行 条件好的 我建议大家购买教材 教材的话是499不打赏 好了 拜拜